阿弥陀佛 尊敬的最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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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诸位同修 先开注解九百一十页 九百一十页 人在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苦乐自当 无有待辙 接着下面给我们解释 什么是爱欲 爱欲是指情爱与贪欲 实为生死之本 这两个字就给我们说出六道轮回它产生的缘由 就是因为我们众生有这个爱 情爱 也有这个贪欲 所以佛法教我们大家修的是清净心 平等心 人生一世啊 哪里没有烦恼呢 常常产生 不但自己有 众生都有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非常的复杂 接着念老在此地也提醒我们 这个情爱是最难断的 贪欲是无量劫来的烦恼 这是生死根本 是六道轮回的根本 所以我们想要去极乐世界 必须要把这个情爱真正放下 四十多年前 李世公就给我们讲了一个真相 是说他的学生 一万个人念佛才三五个人往生 什么原因呢 不就是这里经文说讲的吗 情爱没放干净 您只要心里面有一丝毫的牵挂 就去不了极乐世界 所以佛法里面讲 爱不重不生说佛 念不疑不生净土 昨天呢还有一位武汉的同修啊 跟物生讲 他说他都已经念佛好多年了 怎么还没有往生的消息 问题出在哪 其实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答案了 所以要把这个世界呢 放得干干净净 心里面呢 只能够装阿弥陀佛 只能够放西方极乐世界 要晓得极乐世界 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那是好得太多太多了 那个国土所有的大众 阿弥陀佛跟这些往生的菩萨 各个都是绝而不迷的 各个都是正而无邪 静而不染的 在反观我们这个世界 大家迷不迷呢 邪不邪呢 染不染呢 统统都有 我们现在是很幸运 在八十一人当中 是极少数的 能够遇到正法的人 但是我们虽然有在学佛 有在念佛 可是还没有 这个资格升到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地位呢 就是天台大师当年所讲的 我们属于明字极佛 有名无实 还没有这个功夫吗 还不能够出流到 一旦您念到了功夫成片 那就太好了 那个叫做观心极佛 您就有这个条件 可以去 所以常常读经 常常听经呢 就把这个真相搞清楚 假如说不读经 不听经 我们很容易迷惑颠倒 那一迷呢 就会迷得越来越深 越来越重 越来越广 尤其是我们 尤其是我们 尤其是我们现在 这个缘分 真的是古人都很羡慕 为什么呢 我们既遇到 无量寿经的汇集本 还能够见到 黄连岛的诸解 还能够听到 世国上人的戏讲 我们有这个 波经记载 应该要天天读经 天天看诸解 天天要听啊 说时间长了 您又受不了 说少的话呢 您功夫又不得力 那怎么办呢 摆在我们面前两条路 您自己选择 要么就永远出六道轮回 要么就继续搞 生死轮转 想要出六道 出十法界 那就一定要下进决心 我这一生呢 吃一点苦 受一点泪 那得到的果报是什么呢 涌出生死苦海 再搞轮回 不晓得什么时候 才再得人生 再闻佛法 难 非常非常难 在此地 耶格门 在此地 也给我们讲到 实际的状况 世人 具体 沉溺于 爱欲 之中 我们先不要说 三千年前的人 就说现在好了 现在哪一个人 不是沉溺于爱欲里面 都在造 轮回夜 于是 死此生彼 这将果报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 寿命到了 您就要生彼 就到另外一个地方 再去投胎 这是随着业力 而去受报 流转无穷 这个很可怕 无穷 当然就包括无尽 真一指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没完没了 众是眷属满堂 您的福报大 家大业大眷属多 于生死之际 就是到了生死的关头 生是孤身来 似是独自去 无人相随 无人冷淡 大家如果看这个 古人书里面的记载 你看这个皇帝 其实这段事情 到清朝说到 有的皇帝要死之前 他就问他身边的爱妃 爱妃呀 我们恩爱一场 我马上就要走了 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走啊 搞了这个爱妃怎么样呢 既不敢说真话 也不敢说假话 说真话呢 不想去 我不想思 说假话呢 皇帝生气 你不想跟我走啊 非把你拉走 你看 所以古人有句话说得好 伴君如伴虎 这么多的 眷属 这个皇帝 也很想要他们跟着西走 大心地 没有人愿意跟着去 那个墓穴门一关 空气 氧气没了 没多久大家都死掉 这个大家都清楚 所以我们在六道里面真的是这样子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而且呢 苦乐自当无有待者 自己造了业 当然都是我们自己 承担 整个果报 在六道里面呢 尽量地多行好事 多帮助别人 尤其是现在我们遇到净土法门 那就更应该呢 多劝一根念佛 下面还解释一下 这个苦乐自当无有待者 是什么意思 他是说 苦乐之果报 皆是自作自受 亦无有能替代者 的的确确呢 我们人生一世啊 富贵穷通 跟别人没有关系 都是我们呢 自己造作的业 自己 要 受这样一个 不同的果报 但是人一般在受果报的时候 他往往心不甘情不愿 尤其是受那个苦报的时候 怨天尤人 这个样子只会造成 罪上加罪 下面是谨心老法师所解释的 自当 即自受也 这个自当呢 就是自己要承受 所以我们多看了凡四宣 再看 于尽异攻 于造神器 大家就会心平气和 那如果再看一下 安事全书 对这个夜阴果报呢 就更加清楚 再阅读一下 太上敢一篇 汇编 更好 其实我们这个讲堂 应该要有人发心来讲 安事全书 也应该要讲呢 太上敢一篇 里面都讲到很多的礼跟诗 还有活生生的 古时候的例子 您把这个夜阴果报搞清楚了 那这个起心动念 就会特别谨慎 特别小心 下面呢就讲到这个六道的状况 善恶变化追逐所生 道路不同会见无奇 接着再解释 善恶变化者 谨心老法师讲 这个善变化是指的 善去报 善善到 我们呢 要去到那个地方投胎 恶变化 即恶去报 照了贪嗔吃 就要去三个道受苦了 所以六道是谁变出来 等我们去受啊 是不是上帝啊 不是 是不是眼龙王呢 不是 是不是佛菩萨呢 都不是 谁呢 自己的业力 变现出这样一个境界 会书里面说 今世虽善国 所作业因恶 则来世 便遭殃过 现在 现在我们 来到人道 到人道都是善过 但是呢 我们在人道的时候 如果再造作 业因恶 那麻烦了 什么叫做业因恶呢 就是常说的 自私自利 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有了这样一个做法 招来的果报 是非常痛苦 但是我们人在造作这些恶因的时候 往往不认为我有做错 也不认为我有想错 说错 可是旁边人呢 看得很清楚 常言说得好吗 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现在 在虽恶报所作善 则后生化向福报 这是说一些众生 他多在恶道里面 或者说他在人道啊 很穷苦 但是他一心一意 肯行善积德 肯做好事 将来怎么样呢 他就可以享福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 于尽于功 不是很好例子吗 千变万化 不可拒束 此则变化之又一结也 凡事造的因呢 就一定会有果报的 这是自然规律 所以哪一天 我们大家把念头一改 口业深业跟着就转了 因此三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想法 那我们现在想什么最好 想阿弥陀佛 这个最好 果报呢 是可以升到极乐世界 做佛 有加弥陀佛 有加强书约 恶因得苦 善因得乐 其报亦前也 亦者难亦之一 那这个弥陀佛 往前进 他就果报现前 三恶感报 急速 故云亦前 果报来得快 业缘成熟了 缘是现前的起心动念 所作所为 因呢 是过去所造的 今天还得造 这个就是因遇到的增上缘 所以果报呢 他就会出现 经常讲 追足所生 这个足啊 就是追从的意思 一直跟着我们 为所生之处 果报追随 相从不舍 随其夜阴 感得善恶之报 这段事情呢 可以说是每一个人呢 都避免不了的 这个自然规律 也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家乡老法师说 做善者 天堂果报 以代之 我们相信了 很多这些基督教 天主教 犹太教 回教人 看了这句话很高兴 他们的愿望是什么 升天呢 反过来呢 作恶者 什么等着他 刀山剑树啊 刀山地狱 剑树地狱 等着 我们去受包 接着是念当所讲的 因果各异 声处悬殊 每个人造的音不同 将来再去投胎的地方呢 差异很大 故临终分手 竟成永别 你看人在死的时候 旁边的家庭眷属 哎呀 枯得细的花辣的 在这个时候光是枯 解决不了问题 在这个井要关头怎么办呢 我们最好是劝这个王者 求生基督世界 他到基督世界去 我们稍后也去基督世界 您就怎么样呢 永远在一块 假如说 他走了之后 去别的一道投胎 我们走的时候 又去另外一道再投胎 那不晓得什么时候再遇到 再遇到彼此之间 认不认识啊 不认识 只感觉到什么 好亲切 好熟悉 以前嘛 在美国 一道 这个 佛友 他就跟我们讲 他说我跟我老公结婚了 我们只认识三个月就结婚了 这个是一般常说 闪电结婚 我们就说 什么那么快呀 三个月 你对对方了解吗 不了解 那为什么那么快就结婚呢 他看着我很高兴 我看着还很开心 结婚了 这就是什么 过去真正的缘分 很深 这太可怕了 其他经上讲的是 三土一堕 堕落 五千节 这证明 这证明的时间很久啊 转转六去 何日重逢 却重逢 亦不相识 故曰 会见无期 地理 我们要把人生的真相啊 要看清楚 现在呢 还没有去极乐世界之前 要跟大家广结善缘 有人说 我很想跟他结善缘 他就是跟我过不去 有意无意地来折磨我 伤害我 欺负我 骗我 他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你呢 他怎么对待别人那么好呢 一定是我前世 这样子欺负过他 所以学佛人呢 应该要拓宽心料 要能够包容 他越是这样子的伤害我 那我们从因果角度来看 我要感恩他 还债嘛 这笔业债不把他还清 他是不会离开我们的 他伤害我 我怎么样回应他呢 我念佛 我把功德回向给你 那这样久久之 这个树灾就化解掉了 后面呢 再劝我们大家好好用功啊 何不与强健时 努力修善 欲何待乎 下面解释 右端 劝与世人舍恶修善 佛劝我们 他用什么方法呢 讲经教学 天天讲 天天劝 同时他还做出来 表演出来给我们看 于是 世尊哀之 佛菩萨 看了众生这么苦 真的是 于心不忍 劝醒世人 佛讲经 四十九年 就是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赶快觉悟过来 何不趁此强健之时 努力修善 大家的身体现在强不强健呢 还不错了 是不是 至少还可以走路 还可以开车 还可以吃饭 还可以出去偶尔喝咖啡 已经相当不错了 那 有这个福报 我们该怎么办呢 佛教我们 努力修善 把大好的光阴 灌注在念佛上 这个好 这是第一大善 将于 待至何时也 这是反过来 劝我们 现在不修 您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修 可不要说 等我死之前我才修 最近还有一位同修就说了 我现在功夫练的 我练佛功夫不怎么样 没有往生的把握 那我要不要 去附近的寺院 跟这些同修们 多来往一下 这样我死的时候 大家帮我祝念 这样好不好 悟神就回了他一句 求人不如求自己 万一那个来 祝念的人当中 有冤亲在主 怎么办 是不是 我们这个时候 快要死了 没有力气说话 连手都抬不起来 嘴巴也张不开 讲不出一点点声音出来 眼睁睁看在 冤亲在主旁边 来扰乱我们念佛 你说 这时候怎么办 还是自己要怎么 念佛有功夫 就像闲工老上这样子 他不是 他不需要人家帮他祝念 他有没有做到这一点 他做到 底下再劝我们 人脑体衰 难于精修 这是事实真相 人脑的时候 体力不够 精神不足 病痛很多 烦恼很重 他就很容易把佛号忘掉 在《涅槃经》里面 佛有对家设尊者讲 譬如甘蔗 既被压抑 子无复微 大家有没有吃过甘蔗 吃过 你看把它咀嚼之后 吐出那个渣子 那个渣子还有没有甜的味道呢 就没有了 壮年盛盛 亦父如诗 壮年 就是二十到四十岁 这个当中 既被老压 无三种味 所以人呢 到了四十岁之后 就应该要觉醒 为什么呢 劳苦慢慢就来了 到了这个时候呢 您就没有三种味 在体会到 三种味 第一个就是出家味 第二个是读诵味 第三 坐禅味 这都是讲的修行呢 现在请大家看 参考资料下册 1173页 大家从后面翻 1173页 找出家位 1173 有看到吧 1173 出家位 这是在大圣一章 第十一卷讲 信 家 非家 我们要相信什么 这讲在家人 您现在这个家 不是真的家了 一家人 聚在一块 都是 离不开四种园的 以前 以前在香港 有一位授业老和尚 他有一个光明讲堂 那个讲堂 外面有一幅对联 是他人家写的 夫妻是缘 有善缘 有恶缘 冤冤相报 夏连呢 儿女是债 有讨债 有还债 无债 不来 老上讲的对不对 您是在家菩萨 你应该很清楚 是不是 其实讲到家 古时候呢 能够做到一团和气 因为它有家道 家规 家学 家业 家风 还有一套家谱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最近有一位 美国很著名的专家 他到耶鲁大学 跟那些大学生讲演 最近 其中一个他就提到说 他说中国啊 大家如果看中国历史 以前至少有三次到四次 是处在世界的巅峰 等于说 中国曾经有三次到四次 是世界强国 第一大强国 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不知道为什么 中国有这三次四次的强大 乌生看了之后 乌生知道为什么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中国有船头无挂 代代成船 好 在下面再讲 出家学到 解脱种种在家之难 休闲人为什么 他不选择在家身份 他要出家呢 因为在家容易造业 容易受到拘束 容易产生很多的烦恼 所以他就选择出家 受离欲戒 他接受离欲戒 这个欲就是欲望 受什么戒呢 三规五戒十戒 这十戒是沙米戒 还有比丘戒 250条 比丘离戒 三百四十八条 再加上菩萨戒 得戒爱慰 他受这个戒之后 一交奉行 得到法系 这个慰 就称为法慰 也就是慈离所讲的 出家位 这是生出 心也出 地词 这是地词论 所讲的 地词 说词 为出家乐 如果出家不乐 他为什么出家 是不是 你看释迦牟尼佛 是不是 他就很乐 他放下荣华富贵 放下宫廷的享受 放下家庭 得到了产乐 他自己得度了 那个效果不得了 当时的印度人 后世的我们 也得到喜悦 好 大家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我们继续看注解 这是联络所讲的 年老者诗三种味 故应及时努力 切莫持严 如果按照 这个古人的说法 人呢 寿命 到了四十至六十岁之间 这个就是人生的秋天 现在悟生已经到了秋天 过了一半了 再过六年 就到了人生的冬天了 所以悟生也想好了 再报告六年 就专心奖金 就专心念佛 现在是专心奖金 因为现在没有人讲嘛 是不是 如果有其他法师 其他同学 发现出来 讲念老这个集注 那悟生马上就退下来 我们呢 就由红法 就退居到护法 大家看古代的道场 他为什么 那个道场能够维系上千年 凡是那个在道场里面 做护法的人 他以前都是红法的 以后年长了嘛 到了六十之后 就退休了 退休下来呢 他就做护法 帮助那些年轻的 红法的法师 继续来讲解 其实佛法能不能够新农啊 决定权在谁的手上 不是在红法的人 是在护法的人 护法的人有决定权 红法人要听命于护法 所以佛在经上就讲嘛 护法的功德大于红法 那么红法跟护法 互相要尊重 互相要配合 这个佛法呢 才能够在世间呢 久住 大家要修六合金 下面就说到众生啊 这个早夜 受报 诗人善恶 自不能见 吉凶祸福 尽各作之 深于神案 转寿于教 颠倒相续 无常根本 底下解释 本品名词会恶 这个第三十三品啊 是给我们细讲 我们这个世间的 种种的污秽 种种的恶因恶报 众生三毒赤圣 造恶可哀 哪一个人没有贪嗔痴呢 都有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贪嗔痴 是赤圣啊 就像大火一样 越来越旺盛 那那人经上讲嘛 贪心重 感得的是什么呢 水灾 称心重 感得的是火山爆发 鱼痴心重 感得的就是风灾 傲慢心重 就是地震 疑心重 就会出现山崩地陷 现在不是时常听到天坑吗 本来是昨天 那个地上还是蛮平的 突然第二天早上一醒来 看到外面了 一个大洞 也不晓得谁挖的 它就突然出现一个大坑 那么经文里面呢 讲了三大段 第一段是讲贪毒 贫富同然 忧苦万端 这是前面我们所看到的 第二段呢 讲到称毒 制成大怨 的确实啊 人跟人之间 结怨 最容易的是哪一个方式呢 说话不小心 说话不谨慎 常言说得好啊 人啊 守口如瓶啊 少说话多听 这轮誉你没讲吧 言夺彼师 你真的那么喜欢讲话 有个地方让你发挥 什么地方呢 上台哦 是不是 上台学奖金呢 当然学奖金也不能讲错 讲错呢 是要背国报的 还是要背英国的 这是前面两段 谈称 那这一段呢 是讲到吃毒 经文上说 身与神案 不信经法 善恶之道都不知信 吃毒之祸 伤人会命 且为三毒之本 故吃毒为患即生 所以贪嗔吃 三毒一比较 哪一个毒是最毒的 吃毒 对于老祖宗的教会 不相信 对于佛菩萨的话 不相信 这样人呢 那就是佛经上所讲的 一阐体的人 没有善根的人 可是他如果鱼吃重 会怎么样呢 会伤人会命 生命其实无所谓啊 就怕是会命 断掉 那是最糟糕的 没有智慧了 经意为 世人愚痴 不明何者是善 何者为恶 大家愚痴 从哪里看得出来呢 他不晓得什么是善恶 是非也不清楚 真假也搞不明白 各乘几义 妄家分别 这我们常说成能 以为自己很有本事 很有智慧 以为自己想的 说的 做的都是对的 与善恶三世因果之横规 不能生性 大自然的规律 他不能够相信 不能够接受 不肯造作 与善恶果报的事情呢 他嗤之以鼻 不以为然 故云 世人善恶 自不能见 既不知因 便不为国 因为他对这个因 不清楚 缘也不晓得 当然这个果报呢 他就不害怕 假如他真的害怕 这个果报 他起心动力 会不会小心呢 会特别留意 但徒当时快意 不惧后患无穷 他只顾眼前了 这个快乐 什么样的恶事 他都敢做 只要是对他有好处的 别人的死活 跟他没有关系 这样人还不少啊 大家呢 天天都在竞争 做这些事情 重情自愈 任意作恶 仔细观察 他的所作所为呢 都是在搞 财色名利 肆无忌惮 敬造恶音 不顾当来之凶祸 大家在做什么 比赛呀 在竞争啊 看谁造的恶业多 谁造的恶业重 他完全不考虑 来生后世的 这个苦报 我们跟他讲 有来世的恶报啊 他相不相信呢 你搞迷信 哪有什么来生后世 他哈哈大笑 现在他笑我们了 当他要死的时候 他就怎么样了 他就哭残了 他就吓死了 故云 吉凶祸福 敬各作之 的的确确的这种现状 我们看了很多 家乡老法师在诸节里面 跟我们讲 世人以死之 此即杀生为凶 嫁取等为吉 世人于此二世 尽各为之 念老在下面说 盖 吉凶是因 祸福是国 杀生祭司是凶 撒业所赶之山 土之暴为祸 在古代 像我们中国古人 都非常重视 祭祀祖先 你看中国人有三个日子 都是祭祀祖先的 像清明 清明刚刚过 大家也没注意到 全世界好像只有中国有 把清明列为国家的假日 澳洲有没有 听都没听过 我们中国人 对祖宗念念不忘 清明景 那么还有中原 还有东支 这三天都是要祭祀先祖 但是我们如果祭祀先祖 如果说杀生就不好了 在这个古里里面 祭祀祖先 祂用的是哪些动物呢 牛 羊 猪 把他们的头 放在那个贡盘上面 其实这个做法好不好 不好啊 杀生 是不是 你把那个牛头 羊头 猪头砍下来 他不乐意啊 他怨恨啊 那我们杀的人有罪 那个祖宗 被祭祀的这些祖宗 其实也都 也对他们不好 我们可以改成什么呢 蔬菜了 是不是 蔬菜弄得丰富一点 那他们又能够吃 我们又不造恶业 这个好 世人皆以嫁娶为己 但不知因喜庆而杀生 犯成凶事 这年轻人嘛 结婚 请客 一百亿 好多张 这个桌子 请亲属啊 朋友啊 同事都来聚餐 可是你看那个桌上 很多都是啊 肉食 这个是变成了凶事 而遭当来无穷之祸 此正是世人不明善恶 所遭之恶国也 我们现在伤害这些众生 那些众生以后怎么样呢 绝对会来报复我们的 生于神岸者家祥书约 生造恶 故云生于心不信 故云神岸 有境影书约 生于神岸心色异病 这个人没有智慧 他没有能力 要来辨别是非善恶 真假 生死善恶 自不能见 他根本就看不到这一段事情 念到后面说 故知愚暗 即是吃毒 人如果愚痴呢 他当然就没有这个智慧 以愚痴故心意闭塞 怎么劝他 他听不进去啊 不能正信因果 在现前呢 我们不但要讲伦理道德 更要讲什么 要讲因果 不能信受经法 你看我们这个道场 有这么多的佛经 诸解 都是希望大家去深入 去学习 可是几个人愿意去阅读它 几个人愿意意交奉行呢 很少 入于正道 对于外道邪说 反义信封 故云转寿于教 如是颠倒之鉴 相续不绝 永逆生死 而其根本正是吃业 这讲什么 这就给我们说出六道轮回了 它的根本是什么呢 就是愚痴 生死无常 以痴为本 所以人呢 不能够不觉悟啊 人哪一天觉悟了 他就能够脱离六道 所以叫做呢 无常根本 没有遇到佛法 那真的是无可奈何 谁也流转 现在已经遇到了佛法呢 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下面还有 蒙明底图 不信经法 心无远虑 各欲跨欲 比语称慧 贪欲财色 忠不休止 哀哉可伤 底下解释 蒙明底图者 蒙者有眼球 而不能见也 这个蒙就说 他虽然有眼睛 他看不到 景星云 蒙又做蒙 蒙富不明也 这个蒙呢 跟那个木字旁那个蒙相通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有这个障碍 被其他东西覆盖住 看不见 不能够明了 明是什么呢 就是暗昧无知也 这是讲的鱼翅 他自己有业障 智慧不能够现前 敌者就像牛羊用脚来触悟 大家都看过了 这个牛羊用这个羊脚 牛脚 有时候我们看一些画面 那个羊跟羊之间 如果生了气 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用到那个头顶 去撞那个羊 或者撞人 这就是底的意思 那图是什么呢 图就是冲突 一级老法师也解释 为无所了知 促事为犯 如小儿夜行狂犬望着 无所不作也 人为什么会 犹豫无意地造作恶业呢 一句话 没智慧 他对于宇宙的真相 不清楚 所以叫做蒙明 他自己无知 又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很容易违背常理 什么叫常理呢 就是一般我们常说的 伦理 道德 因果 他都是经常违犯的 在古人所讲的 武常 这是人人要奉行的 当年左求明先生 就讲了一句话 人气常 则妖心 他老人家跟孔老夫子 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早在2500年前 他就说出这样的一个话 那看看我们现在 现在怎么样 所以现在在马路上 走的都是谁啊 是不是 看他这个人模人样的 实际上都是什么呢 走求明早就说清楚了 当然这个话 我们可不能跟人家说 你是妖魔鬼怪 那他不生气了 他肯定气得 会说我们 但是事实是这样子 我们不肯接受 那就是妖魔鬼怪 下面这念老所讲的 以愚昧蒙昧 故不明经意 我们自己本身 有愚昧蒙昧 读经读不明白 听经听不懂 他看不懂听不懂 他就怎么呢 他就不想再读了 他也不想再听了 以抵触为心 乃好冲突 这个人呢 脾气大 稍稍一点点小事 他忍不了 就会喜欢呢 跟人家发生冲突 过于经法 不能信受 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说一句实在话 弘法的人 他必须要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 你要出去弘法 要有心理上的准备 什么呢 现在弘法比以前难 师父上人 师父上人在世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这个道场刚刚建立 没多久 我们是两千年 买这个教堂 有一次师父上人就把我们法师 着急在一块 就说呢 你们将来弘法 难度远远超过我 以前弘法 那个情形 至少要难 十倍以上 我们一听到 哎哟 好紧张啊 师父就接着教我们 你们的定功 你们的智慧能力 要比我大 十倍才行 我们一听到 没人敢点头 我们心里想 哎呀 师父 能够有您一半 就不错了 师父还要我们怎么办呢 还超过他 其实你仔细看这个历史 从清朝末年 这个慈禧代后 一直到现在将近两百多点 真的这个圣贤文化 没落了 这两百多点来 大家对于传统文化 认识的程度 越来越低 大家没有学过 没有看过 没有听过 觉得很陌生啊 所以我们自己呢 要做那个 千万人当中 极少数的那一个人 别人学不学 我们干涉不了 但是自己要学 别人做不做 我们也管不了 但是自己要认真去做 要给大家呢 做一个最好的榜样 接着 于是心无远虑 各欲快意 什么叫远虑呢 就是他不晓得来生后世 佛门里面常说 人要有前后眼 什么意思呢 要看到前因 也要想到后果 这就称为前后眼 怎么去做呢 我们一心一意 只有想到 把这个正法 到处的宣传出去 其实奖金的法师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 说实在话 在海外奖金 这不容易 怎么说呢 海外华侨 毕竟还是少嘛 是不是 你看我们这个道场 这么大的一个讲堂 才听众两三个 是不是 所以有些法师 他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讲 讲不下去 人太少了 甚至有时候 这个同学跟法师讲 法师啊 我今天有什么事 我请假 法师说什么呢 好 助理一切顺利 但是当时 法师心都量了一节 他一算 本来就三五个人 又少了一个 待会又来个人请假 那又少一个 法师又自我安慰吗 没关系 我就对着屏幕 自己看 自己讲吧 一次两次还可以 天天都这样子 那法师肯定就招架不住了 别人招架 招架不住 为什么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人 一定要坚持下去 是不是 别人能不能坚持 我们要坚持到底 现在有一个好处 就是有网络 这个好 我们把这个视频音频 稍后转发到 其实现在也可以直播出去 是不是 那又有直播的 又有稍后转发的 那大家可以听到这些 正法 昨天还有同修 跟无声讲 他说法师啊 我们每天都在听你讲课 听得很高兴 什么时候回来呀 无声说 快了快了 一些随缘吗 佛不咱安排就好了吗 我们不安排 好 这是题外话啊 下面惠叔叔讲的 不顾后世 但求献乐 顾云各欲快意 这种人呢 他只怎么样 只顾眼前的快乐 将来什么 来生后世如何 他根本就不在乎 念老下面接着讲 纯心称慧 贪财好色 无有修止 大家每天都在做这件事啊 那佛对于这种事情呢 是哀哉可生 佛是很怜悯我们的 接着下面呢 就把这个众生造作恶业的原因 给我们指出来 底下有段话 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 先人不善 不识道德 无有欲责 疏无怪也 死生之趣 善恶之道 都不知信 为无有事 底下解释 先人不善 不识道德 表 主上愚痴也 为什么现在人 对于传统文化 认知的程度 越来越薄 越来越弱呢 因为我们的长辈 就往上面推 至少是两百多年了 都没有学过 他们都没有学过 他当然就没办法了 来教我们了 所以我们是 何等的庆幸呢 因此物生就想 自己十九岁 移民到美国夏威夷 后来又到德州 达拉斯佛教会出家 到美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能够在夏威夷听到正法了 能够读到无量寿经 能够看到黄年老的注解 你看这样一路走过来 佛菩萨保佑 其实我们能够这么顺利 也是国人所讲的一句话 主上有德 至少 悟生的外婆 她是念观音菩萨的 所以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信佛 她的子孙 说不定哪一个人呢 她就跟佛法有缘了 而且我们从武汉 到夏威夷的时候 悟生还是亲手 抱着那一尊 第一水观音 上飞机的 不敢拖运 是抱着上飞机的 放在那个行李架上面 一路观音菩萨保佑 所以在夏威夷那一场车祸 没事平安躲过 不晓得是不是观音菩萨 等着那一下 很难讲 到了极乐世界 什么都知道了 好 底下 静影书曰 素不为善 名其无形 她平常 那个坏习惯 坏毛病 已经根深蒂固了 如果要她学习传统话 太难太难了 很难回头 不识道德 张其无解 这个人对于传统话真的叫 一无所知 中国传统话 最具代表性的一套重书 就在大家的左边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讲什么 我们用大学里面的话来概括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谁能够掌握住他 灵就能够怎么样呢 可以有这个能力 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可以改变世界的命运 面倒下面接着讲 无解 无形 愚痴 知己也 这个知啊 当作动词 达到 既不想学习 也不想理解 更不愿意造作 这是愚痴 达到极处啊 再看一下外国人 近的 英国汤恩比博士 远的 罗素先生 罗素当初还来到中国访问 他还到北大当过教授 给北大的这些大学生讲课 他不知道一般的大学是到北大 那证明他对汉学 对中国文化历史是深有造诣啊 世代相承 只受副教 都是邪说 不谈善恶果报 故云 无有欲择 的的确确啊 真的是这样子的 这是现代 这个时代我们普遍看到的 先人吃万 后背无知 事乃必然 故云 疏无怪也 所以我们对于社会上那些造恶的人呢 也不要去怨恨他 为什么 没人教他嘛 他没有学过 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呢 我们要体谅他 要能够原谅他 有这个机会 尽量的劝他回头 死生之去善恶之道者 什么是人生大事呢 能够把生死这桩事情呢 真正搞清楚了 这可是最有智慧的人 能不能够解决生死大事呢 可以的 什么可以解决呢 佛法 尽数言 生死之去 不能自见 不识国也 善恶之道 不能自见 不识阴也 与阴与国 自信不识 他无欲责 故不 故永不解 是以兜部之信 为无有事 这个经文呢 都不知心 我们把这个字啊 稍微换一下 大家更加容易懂 都不信之 这就好懂了 这是文一文嘛 所以那个之放在前面 都不相信 那他怎么可能 愿意接受呢 但是啊 这么好的古籍 古书 经典 摆在我们面前 如果没有人去学 那对我们产生不了作用 所以我们自己要发心 深入 精障 要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 再去呢 向大众演说 底下一段话呢 我们也好好地反省一下 更像张氏且自见之 或父哭子 或子哭腹 兄弟夫妇 更像哭泣 一死一生 叠相顾念 第一段 讲到这个生死啊 是人人避免不了的 第二段呢 是说这个烦恼 我们 把这个道业啊 轻视了 不肯去学它 第三段呢 是说到这个恶逆 最急 这些真相 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天天都在发生 殊不知 生死之事 必自见之 人生一世 时间过得特别快 其实人啊 在五十岁之前呢 他还觉得 人生啊 挺长的 一旦到了五十岁左右呢 他可能会想一下 哎呦 为什么下着五十啊 如果到了六十岁呢 他觉得 时间过得更快 到了七十岁呢 他就开始着急了 大家现在年轻嘛 是不是 你不着急咯 现在不着急 以后八九十岁 你就更加的慌张了 父子兄弟夫妇 死别之时 互相哭泣 无得 这个情况 很多啊 经常会遇到 世人鱼痴贪爱 不知世间万物 都是幻梦空花 物为石油 而不知 无常迅速 不能永保 生死欲亲爱 死死被苦伤 这讲什么 都是真话 但是讲真话 一般人不愿意听 如果您把后面两句话 跟那些年轻人说 他肯定不愿意听到 什么意思 生时欲亲爱 死时被苦伤 他们两个年轻人 正在热恋当中 你跟他说 你现在爱得越深了 以后死后怎么样 不管是谁先死 到时候 哎呀 加倍的苦痛悲伤 所以人呢 要有智慧 不能够感情用事 那我们要不要爱对方呢 要爱 但是爱里面要有什么 要有智慧 情 不能够变成了迷情 现在人跟人之间 都是迷情 在做主 接着是念了 所讲的 世间人 愚痴贪爱 这都是讲到我们呢 烦恼很重的方面 爱可以有 但是不能够贪 你有贪 决定会造业 社会要稳定 离不开爱 但是我们讲这个爱呢 前面加一个字 真爱 无量手机里面讲的是 博爱 你看超无量手机 有这个字呢 博爱 那佛家讲什么呢 讲大慈大悲 其实大慈大悲 是不是真爱 是不是博爱呢 就是的 佛法里面的爱 是没有情直的 世间的爱呢 是有情直的 情直就是烦恼 它有控制欲 它有占有欲 它想主宰 可是能不能够主宰得了 没办法 生死之机 存着伤 亲人之永别 亡者悲 自身之常事 护念难舍 如刃刺心 故云一死一生 叠相 故念 这个叠相 就是说 相续不断 这个 有人要走了 他的亲属啊 看着他要走了 难过 那个要死的人呢 他想到 我马上就要厌弃了 难过啊 两方面都痛苦 有爱皆福 无有解实 思想恩好 不离情欲 不能深思俗迹 专精行道 年寿玄境 无可奈何 祸到者众 悟到者少 这些话 我们应该多看一下 多听一听佛的劝告 后面进一部解释 昔日恩爱 今成 又无苦 你看一对夫妻嘛 结婚个几十年 所谓的白头洗脑 如果两个人 永远不老多好 是不是 永远无量寿命多好 永远都在一起多好 但是这个是 在六道里面 根本做不到的 我们能不能够永远在一块呢 不老不病不死呢 可以的 怎么做到这点呢 念佛就好 所以我们要对于 自己的家庭卷所要劝他 大家想要永不分离 最好的一个场所是哪里呢 基督师节 在这个六道里面 在这个六道里面 缘分到了 就会各奔东西 而此二则 束缚身心 如神作节 不令出离 这个神作节 就是神者把他打个节 恩爱 纠结在一块 这两个人呢 就很难处理六道 顾云 忧爱 结福 无有解实 这个结福呢 就是经上常说的烦恼 大圣一章里面也说 烦恼 暗祸 这个暗 就是黑暗 幽暗的意思 我们对于事实真一向 不清楚 不明了 这个就称为呢 暗 杰福 行人 顾名为杰 行人 就是指的众生 什么东西把我们绑起来呢 是烦恼 烦恼让我们不能够自由地行动 又能复心 义名为杰 让我们烦心 让我们操心的 这个也称为杰 亦能 杰及一切 生死 故 这是讲到六道轮回的根本 换句话说 没有这些东西 那有没有六道呢 没了 其实六道是不是真的 诸位同学 假的 如果它是真的 阿罗汉能不能出去呢 它肯定出不去 所以阿罗汉就知道 六道是假的 那 明星见信的菩萨呢 它就晓得 施法界是假的 妙觉如来 知道 十报状元土也是假的 我们是在梦中里面的梦 三层梦 六道 四层法界 一层法界 三个梦 我们是在梦最下面 我们这边那个 神所绑得最紧的 一个地方 故知 浮予情爱 即是 洁浮予生死 无有解实也 思想恩好 世人所真 世间人 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哎呀 这两夫妻 恩爱呀 可是到死的时候 死的时候怎么样呢 难分难损 因为大家是女众嘛 有些话不方便讲 大家如果看 《安事全书》 里面都讲得很详细 还有《太上感义》篇都说了很多 旧其根源时有情欲 而不知欲为苦本 所有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就是那个欲望 情欲 存情极度 这句话出自于嫦言经 下面的话呢 也是嫦言经上所讲的 物生的补充 你给大家听一下 嫦言经上讲 情想均等 这是佛劝我们修行人 要做到这一点 您能够做到情跟想 做到均衡 那就可以生于人间 你就可以到人道来 投胎了 这个情就是情直 执着 想呢就是智慧 就是聪明 不非不罪 如果是想多情少 它就可以向上提升 情多 想少 它就往下 坠落 我们人是在阵当中 那上去是什么 就是天道 下去就是山土 所以人道是 情跟想 它比较平衡 想明思冲 情又思顿 想是聪明 情是迟钝 暗钝 七情三想 这把它分比例 七分情三分想 七分情就是执着 还有呢 三分想 沉下水轮 生于火迹 受气蒙火 身为恶鬼 常被焚烧 谁能害己 无时日无影 就是没有影视 历百千节 这个七情三想 指的是鬼道 很可怜 假如说更严重的 九情一想 九分的情 一分的想 这情字更重了 聪明就更少了 它呢 下动火轮 深入风火 二交过地 轻生有剑 众生无剑 二种地狱 假如这个人呢 他九情一想 国报亲的 他到有剑地狱 就是那个小地狱 那如果是重的国报呢 他就多到无剑地狱 阿比地狱去了 这都是提醒我们 这个情不能够有 情不但要放下 想呢 也都要把它放下 若曾心中 有傍大声 悔佛境界 狂妄说法 虚贪信尸 难应恭敬 武力时重 更生 十方 阿比地狱 这是最重的 假如毁谤三宝 做出种种 无利三宝的行为 他不光是要 躲在无剑地狱 他是十方世界的 无剑地狱 怎么办呢 他通通都要去送 等于说这个世界的 无剑地狱完了 回掉了 他又被转到呢 另外一个世界的 无剑地狱 引用这些经文呢 都是告诉我们 要把这个情欲 通通舍弃 在诸解917页第三行 跟我们讲 若不能与此深思俗迹 一心修道 以求卸托 其实当年世尊 来到世间的目的何在呢 就是要帮助我们 反复回头 不能够再迷茫啊 转瞬无常 到来寿命终了 这一生没有闻到正法 不肯征修 可是寿命如何 很快就到了 至此则图患奈何 将他要死了之后呢 再怎么哀嚎 再怎么叫唤 解决不了问题 人命在呼吸间 固云年寿玄境 那个玄境呢 就说 转眼就到了 你看我们人呢 其实时间过得挺快的 今天十四号是不是 再过一天 你看这个月 过了半个月 时间很快 世人醒悟者少 迷惑正道 八十亿人当中 几一个人真正明白 事理真相的呢 他如果对于正道了解 尤其是正道当中的念佛法门 他假如能够通达 他怎么做 一句弥陀念到底 到往生的时候 还是想这句符号 他就跟六道没有任何关系了 使法界也束缚不了他 他超越了 各怀杀毒 恶气明明 唯望兴世 唯逆天地 自义最疾 顿夺其受 下入恶道 无有出其 这句话 我们要多看个几遍 加深自己的印象 这段经文是说明 从吃起撑之过 因为鱼吃嘛 就会发脾气啊 三恶夜中 称夜为地狱阴 地狱到怎么来的 零发火 发出来的 大家今天早上 有没有发脾气啊 没有啊 敢不敢保证 后面十几个小时 也不发火的 常言说得好 火烧宫的灵 你看宫的灵 很旺 很壮观 你修了这么长时间 一大片的宫的灵 假如您今天 突然跟人家生气了 怎么样呢 前面修的宫的 全都化为乌勇 所以一定要降服住 自己的贪嗔吃满 不能够发作 怎么让他不发作呢 古人那个方法 真正好 压 拼命地压 有人说压不住怎么办 还叫压 不压就到山途去了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压呢 阿弥陀佛 宁可不要等到 要发作所才压 那时候来不及了 平时就要练习 就要多念阿弥陀佛 养成个好习惯 有云 一点称心火 能烧功德灵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的 所以一念 一念称心气火 烧功德灵 这是佛门所讲的 术语 故心怀杀毒 残伤他命 恶气赤胜 从明入明 故云恶气明明 这个明明就是指的 昏暗 世间人 你看彼此之间 那个怨气特别大 一句话不对付 就生气了 甚至于两个人 看一眼对方 那个火气就来了 我们就想 怎么现在人脾气这么暴躁 这都是教育没有教好 故心怀杀毒 这个杀毒就是他的称恨性 很严重 残伤他命 这个他命就是指别人 现在人真的是 什么样的恶业都敢造 无逆罪 以前是有人犯 但是非常非常少 现在这个伤害父母的 伤害老师的事情非常多 那个徒弟伤害师父的也有 总而言之 不是冤家不会碰到一块 现在环境真的是很不好 你看这个电视 播放的是杀盗淫妄 如果走到电影院 也是放那些杀盗淫妄 看那些杂志 也都是让我们忽视乱下的 参加音乐会 听这些什么唱歌的表演 也都是让我们降落飞飞的 心根本进不下来 定不下来 所以我们看这整个社会都变成什么 像这里所讲的 恶气赤声 乌炎掌气 大家心里面烦恼已经够多了 在接受外面这些恶元的 负面的影响 继续地造那个口液 再造深液 将来如何呢 绝对少不了 要去三个道报道 受苦 这是佛最感伤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发大心 做这个时代的清流 清净的清 流水的流 我们要做清流 要远离这些种种的诱惑 要能够把持得住原则 要牢记古人所讲的 伦常道德因果 要深入经兆 要把自己呢 变成是众生 最好的一个模仿 学习的对象 希望大家跟我们呢 都能够一起发心 念佛声道极乐世界 来考 这就功德无量了 莫学勿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作为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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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